我们是来自陕西西安 我们都是剧场的演员 跟其他的选手比起来 我们算是老年组吧 老 我觉得这是对生活 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师父76岁了 作为陕西独角戏的创始人 也希望三个弟子 能够把西北的帮带到东北来 不客气 吓了 吓了 这黑土地上 咱也去荣耀一把 到黄土地上传统的 勤求我们话 希望东北的观众 能够喜欢我们这三位 带着西北的演员 台城객 做三圈 有三圈 动踵蹺蹺 七家看看 嘿嘿 大家好 哟 呦 刘大妈 你也下来了 哇 小区的宝啊 老师 嘿嘿 小时 嘿 小孩 你们干嘛呢 嘿 钱包 这谁 嘿 这不是我们小区的小高吗 嘿 大连珠子那经常是往上飘 从来也不往底下摸 他要是往这底下去摸 他还能丢的钱包 这能管你他送过去吧 哎呀 哎呀 你丢哪去了你说 哎呀 嘿 小哥 看啥了 飞碟 看什么飞碟 着急上厕所 钱包还给丢了 你说这 嘿嘿 钱包丢了 你往上边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这边 往下 你偷了 你偷了 你递捡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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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再输 кому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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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行了 我的 属了 你必须打黑客 哎呀 谢谢 我看看行吗 我买你个放心行吗 真人太可爱 什么时候 银行卡 两千块钱 好着呢 没事 等会 你给他喊 钱 先数一数 不用数 我信得过你 这钱就算您拿了 我都认了 行吗 你要说这话了 你必须得数了 你数钱 我数钱 一五 一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 没错 十八十九了 车了 你拿上 你这个人特意出钱 拿过来 我给你 这要慢慢的使吗 对不对 你看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没事 这两张 这两张就到辛苦费了 不是 谢谢 不是 不是 我这还憋了 跑掉了 你憋老朋友 你憋着 要洗沙 我的清白了 我跟你说 我没拿你的钱 你去看 你看 你看 这儿没吧 你看 这儿没有吧 这儿没有吧 没有吧 没有 我给你收 我这 哎 哎 二杯 正好两千 晚上我请你吃海鲜行吗 我着急呢 我这口袋怎么会出了两百块钱呢 老师 老师呀 哎呦 媳妇 哎 今天晚上爸妈要来咱们家吃饭呢哦 我现在去解娃娃 你一会儿去买点螃蟹 叫大哥的买啊 买啥螃蟹 你也都上火了还吃螃蟹 都上火了不要紧 那不是要招呼爸妈呢吗 我这身上没钱 哎呦 妈妈 我跟你说了 昨天晚上 给你的裤兜里放了两百块钱 记得哦 买大的 啊 这口袋就是两百块钱 是你塞到里头去啊 是呀 怎么了 太激动了 你本应了 什么 你了 钱呢 钱我给小高了 给小高了 啊 为什么 我 因为 我 我跟你说嘛 今天出来我就按照程序 左二三圈右三圈 我捡了一钱包 我打开一看 是小高的 我我就给小高了 不是 你把小高的钱包还给小高了 那给你的两百块钱又是马管系呢 不是 他说是 他说是里头有两千块钱 他不说 我非得让他说 他不说 我非得让他说 结果数出了一千八 等一下 你捡了个全包 是小高的 他里边本身有两千块钱 你还给他的时候 撑了一千八了 你把你的两百 给他凑了个整数 对吧 哈哈哈哈 超佑 这是最怕笑吾了 你是脑子净水了 你怎么不让他把他的一千八给你凑个正数了 我 你说你骗人呐 你来来来 我现在找您去解娃娃 一会就晚了 来 再给你两百块钱 拿吧 去买螃蟹 再买点酒 你要是再给我弄丢了 我 我变螃蟹 你说的 我这一次可得装好了 我可不愿意变螃蟹 螃蟹来喽 你们小薰在小高买了两箱螃蟹 让我放在你这 我给你放这了 行行行 放这放这 别忘了告诉他 大的是一切小的事吧 行行行 哎呀 这都是网顾啊 这 这是二百的一箱 你说我的二百块钱 莫名其妙就绕他输了 那这一箱 那就是我的 搬回家 我这要一般 还是老实吗 这 哎呦 你说这是我是搬了还是不搬呢 搬呗 小高 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你 你的螃蟹 我知道 我看见了 喜欢吃螃蟹 拿去吃 我这人大方 我这人大方 这什么你了 我的 反正我要请您吃饭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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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刚才那二百块钱 怎么还吃这二百呀 我信得过您 您是老实人 是吧 但是以后想吃螃蟹啊 直说 我别这么偷偷摸摸的 干嘛呀 还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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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什么你也要上厕所啊 你干嘛 小高 这两箱螃蟹你都摆走 都摆走都摆走 但是我要告诉你 啊 上面的这一小箱 那就算我请你了 还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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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你请我呀 我得请你呀 这开什么玩笑 别闹 别闹 不是 小高 你也请我跟你说嘛 今天早晨我出门 媳妇让我每旁些 给了我二百块钱 看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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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 我卖您 卖您行吧 嗨 这人太可爱了 这 拿着 太可爱了 这人 我眼瞅着这二倍又没了 嗨 这都不行 哎呦 老实 怎么好 投降了 哎呦 吃错了 都变成螃蟹了 我这是服了的动作 噜噜噜噜噜噜噜 那酒呢 酒没没 为什么 钱没了 什么 有没有了 不是 他又给小高了 去 老高 老师你来你来你来吗 你老师跟我说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我哪位边来人 姐夫 我对着 我对 我对着螃蟹 只是我 也许位边没有人 就是这个小区里头 也从里没有一个人 能够很温柔地叫上我一生 老实 老实 我对不起你 来让我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住手 你干什么呢 嫂子 你们家老实太可爱了 他可爱 你没有发现我很可悲吗 嫂子你可别误会啊 能误会什么呢 他把钱全部都给你了 我还误会了 您就别捣乱了 不是 我捣乱 是你捣乱了我们的家庭 还是我捣乱了你们两个的感情 我 我这不是我没敢误会吗 老实啊老实啊 你是长得不老实啊你啊 人家是男人 是用钱才变坏 你 你变坏得让我太意外了 老实 跟我解释啊 早上 我媳妇从我那两千块钱几买 拿着二百块钱走 没告诉我 这二百块钱呀 你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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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回来了 这个呢 还有 这是 买房西的二百 这是你的 现在是我的 卡死我的 这卡死呀 我请你们吃 不是不是 兄弟 我请你吃 我请你吃 我请你 也行了吧 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四百块钱又是我的了 哎呦我现在是K出来了 你们两个呀 这才是整业 哎呀很好啊 有浓郁西北生活气息这么一个小品 先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们是来自西安王木兜剧团的三位演员 我叫赵成哲 我叫孟娜 我叫王海生 甘肃甜水 不要是这位演小高的 他这个面相 真是很典型 我们这剧团的面相 我了解他们这剧团看过多次演出 我发现像你这种像是非常适合演这种角色 你看你一上来那个眼睛 就眼珠子往上翻 这顶门包我马上就想了 跟这个乖 这是好像 我比较欣赏的是这个女演员 你的尺寸特别准 就在你这一搅和 整个矛盾就变得突出 所以你这个整个三个人的演出 你看起来老实实主角 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是这个女演员 为什么你站到中间 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为你这表现叫好 陈涂涂 这个女孩 你说的是陕北普通话吧 对对 呀听得亲得很 亲得不得了 因为我也用这种话演过戏 因为我的老搭档是国达 你知道 所以你们三个人说的那种普通话 我听特别亲切 陕西普通话特别亲切 我觉得挺好玩的 好吗 我觉得挺好玩的 你觉得呢潘哥 你又行的啥呢 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品 小品结构 三个演员演的更没得说了 当然让我不太理解 就你站在旁边这两位男人 长得了那么难看 没有 千万别受看老师的影响 你们应该有自信 从形象的角度我不强调 从身高角度你们是占优势的 即使是他俩也不高 中间的女同胞 我估计啊 从身高 这个纯海拔高度 大概也比长江老师要高一点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他穿了高高鞋 不是他是穿高高鞋比 还是光照比 算了 给潘老师留点面 你不会留面子 这还不用留面子 这留面子我都不干 长江 不是算算 别比了 你不要面子 我们四个评审还要面子 不想我 我又不想 他现在就不拖 他都没我高 你看好好站 好好站 你觉得呢 自己承认吗 我承认 谁高 您高 哎 哎呀 舒服 那没关系 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候 也需要说点瞎话 笑话没得说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废话少说 绝对给亮 你给了亮了 给了 给亮了 我相信你们在接下演出当中 拿出的质量 能超过这个小屏 所以我愿意让你们反过来 跳他们伞 这就看你们几个聪明不聪明 你一看气质 看颜值 你就知道谁厉害了 其实我们三个 就我一个女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 听你的 对他们就女士优先吧 但是我想的是 因为 只有蔡明朗 是一个是女的 我就奔您来了 下一条 好好给他们的颜色看看 这个好啊 百变蔡花队 恭喜恭喜来张艺 耶 耶 加油 非常感谢啊 特别是想要跟包装给你 呀 非常激动 非常激动 百变蔡花队 好啊 我好好的 拮八